吉西卡在2014年推出少女时代后 一个人发展为主 而她最近推出自传式小说 讲述少女追求梦想成为寒流巨星的故事 然而却有人指出小说内容 疑似影视的少女时代充满猜忌与嫉妒 引起了少时粉丝们的不满 两倍粉丝又转了起来 而就在近日成员Yuri参加的电台行程 主持人在问成员近况时 连续两次提到九人等敏感字眼 也让Yuri忍不住开口纠正 혹시九人 모두 비婚주의자는 아니시죠? 啊 어 전혀 아니에요 저희 멤버 중에 지금 물론 정정할게 여덟명 完全히 여덟명인데 아 그렇지 여덟분 네 여덟명인데 如是直接聊当的说清楚讲明白 让网友称赞 好像Yuri够机智 也有人直逼主持人这事 都没再做功课啊